我们现在就是要努力完成任务 这是我们接下来的策略 接下来将发布需要体验的 第三个职场任务 本轮调查员们 任务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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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二再怎么猜 后面不知道还有一些什么体验 奶奶三 三的话不就四个人吗 任务三 任务二再怎么猜 加油 加油 这个是要配合的 我看着念也念不出来 怎么办 但是我又在思考 如果刚才那一张小纸条 是狼的 家长给的 但是游戏没有结束 也是说明 我觉得卧底是没有获胜的 不管怎么样就是一定要完成的 死光光了 就是我们获胜已经全走了 我们只是因为没有完成任务 很有可能是这样的 希望如此 但是我目前还是猜不出 但是我们要一直去做任务 一直做任务 然后一直少人 只要把那个地图背我 我应该就被剃除了 天哪 我觉得我们就不要想什么狼不狼的事 我们就是努力把这个课题往好 我希望这个课题简单一点 不要那样上一次那样 让我来个大证据 我觉得每一个课题都冲过来 我们又是那个医美的课题 对 对 天哪 真 广播电视时讯室 时讯室 好生气 不愧是 哈啰 老师好 进来进来 好熟悉的感觉 是的 接下来就在这儿来进行我们今天的任务三 然后这儿就是我们的电视台 来 大家跟我来 这边叫演播室 这边是一个导播间 这个部分叫提字器 这里是一个工位 我们一会儿会安排一位调查员 这个部分呢 是这个导播台 是切镜头的 那么还有两位呢 我们就进入到里面的演播厅 工种就是做主播 来 播新闻 来 大家的任务是 大熊猫 是这个 这个是鸦鸦 对 回家的鸦鸦 来 请大家看一看你们手头的这个稿件 每个人读一丁点 然后我听一下这个感觉 各位观众晚上好 今天是12月31号 星期日 农历冬月十九 欢迎收看新闻播报 好 下一句 今天也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 在这辞旧迎新的日子 本期节目将特别盘点 2023年度新闻图片 好 接下来 辍莹 第一张照片的主角是 大熊猫鸦鸦 北京时间4月27日 运送驴美大熊猫鸦鸦的货运 专载在上海浦东机场降落 你试一下下一句如果是用粤语呢 复跌20年后 鸦鸦终于回到祖国的外婆 其实也有是粤语播音的 好 来 岁月无情 移走向暮年的鸦鸦 在这个时候回到故乡 回到亲人怀抱 是最好的结果 嗯 好的 我觉得先我们自己举手吧 就是我想做什么样的事情 都行 都行 是吗 我想播报 好 雅琪想播报 那就文婷和雅琪一起播报 绰莹来切换镜头 嗯 那么这是宇童 我提字器 对对对 宇童就来帮助两位小伙伴来操作提字器 好吧 好 那我们就这样分工 好不好 好嘞 擦一会儿吧 躺到下面 点蓝色的三角形 蓝色的三角形 找得到不 这个 按波音 波音 这个 嗯 这里是反的 里面就是真的 哦 你看啊 左边有个尖头 上面是越来越宽 黑去是亭子 黑去下面是到处 哦 叫做到处 到处 那我开始 刚开始就要切换 还是最后才切换 刚开始的时候就要切换 哦 好 我试一下好 这是六 如果我先切换七的话 然后推上去 对 它就是七的画面 然后我想回到八 就按一下 然后推过来 哦 哦 我看见了 你要根据波音员的速度 调整你的速度 哦 你不能比波音员的速度快 所以我们要求是 不控格不控行 所以跟他们 不控格不控行 好 宝贝 你跟文婷谁是A谁是B 我是A 那你就坐另外一个位置 我现在文婷就是B位 对 好 谢谢你 好的 好专业啊 第一张照片的主角是 大熊猫鸭鸭 北京时间4月27日 好 新闻里面吧 所有的日都改成号 对 这样更加口语化 但是这个也是提字器无法去体现出来的 拨的时候都拨成号 明白 嗯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当日18时22日 好 当天吧 对 你一定要说当日也可以 但是不说当日 这里读音是当 当 那我改成当日吧 对 当日 天哪 这个好难记啊 哇 这是一个贵州省前东南 对 苗族洞族 自治州 台江县 台盘乡 台盘村 对 这里就是特别要注意 停顿好 拍摄于 贵州省前东南 苗族洞族自治州 台江县 台盘乡 台盘村 那老师不愧是专业的 好 这一个就是每一个镜头 每一个画面 飞过去之后 必须要至少三秒钟 好 这个老师这个镜像 就是要给他们开是吧 你不要管了 这个镜像外观的影 当波音就在镜像上 哦 在在在在 摇16音载火箭 好 好 开始了 开始了已经 马上开始 好几张 好几张 我的天啊 我的妈呀 各位观众晚上好 今天是12月31号 星期日 农历11月19 欢迎收看新闻播报 本期节目将特别盘点 2023年度新闻图片 回顾过去这一年中 那些令你我动容的瞬间 第一张照片的主角是 大雪猫加鸭 切错了 怎么回事 怎么了 这个地方镜头应该切错了 这个时候 对对对 因为他们是换位子了嘛 刚才我们对狗位子 我过去刷一下 那就在十五分钟之内 快快快 在十五分钟之内 好 好 好 宝贝们你们要互换一些座位 不是 别问 好 别问 时间感 不问 好 来吧 好 各位观众晚上好 今天是12月31号 星期日 农历11月19 欢迎收看新闻播报 本期节目将特别盘点 2023年度新闻图片 回顾过去这一年中 那些令你我动容的瞬间 第一张照片的主角是大熊猫鸭鸭 北京时间4月27号 经过近16个小时的飞行 运送旅美大熊猫鸭鸭的货运专机 在上海浦东机场降落 离开中国时 鸭鸭还不满三岁 再次回来 将满23岁了 岁月无情 已走向暮年的鸭鸭 在这个时候回到故乡 回到亲人的怀抱 是最好的结果 第二张照片 拍摄于贵州省 前东南 苗族洞族自治州 台江县 台盘 吃东西了 错了 再来 安静了 不行 快一点了 我会没时间了 我手要抖了 各位观众晚上好 今天是12月31号 星期日 农历11月19日 欢迎收看新闻播报 本期节目将特别盘点 2023年年度新闻词片 回顾过去这一年中 那些令你我动容的瞬间 运送旅美大熊猫鸭鸭的 货运专机 在上海浦东机场降落 已走向暮年的鸭鸭 在这个时候回到故乡 是最好的结果 第二张照片 拍摄于贵州省 前东南 苗族洞族自治州 台江县 台盘乡 台盘村 这里是村BA的发源地 搭载我国神舟16号 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F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点火发射 是无数航天人齐心协力 攻坚克难的结果 2023年5月30号 搭载我国神舟16号 这次戏 这次戏 应该是最后一张照片的 都这里了已经 不是停了 你说上面的字错了吗 那就是有多的内容 没有删掉 这一段就不应该有 那这个 稳稳的 在哪个里面刷 就这个里面 在这个里面刷 热衫 五分钟 然后我看 哪里有蚊子 卖得更远 这一段之前 这这这这 我看到了 更远是最后一张照片 对 对吧 最后一张照片 好 可以 可以 可以了吗 各位观众晚上好 今天是12月31号 星期日 农历11月19 欢迎收看新闻播报 本期节目将特别盘点 2023年度新闻图片 经过近16个小时的飞行 运送旅美大熊猫鸭鸭的货运专机 在上海浦东机场降落 已走向暮年的鸭鸭 在这个时候回到互乡 回到亲人怀抱 是最好的结果 第二张照片 拍摄于贵州省 前东南 苗族洞族自治州 台江县 台盘乡 台盘村 篮球赛既是竞技 也是娱乐 它们从中获得的是 归属感和认同感 2023年5月30号 搭载我国神舟16号 载人飞船的 长征2号F 遥16运载火箭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点火发射 我们相信 在中国航天人的不懈努力下 人类探索太空的脚步 将会迈得更远 最后一张照片拍摄于 第19届亚运会开幕式的现场 杭州亚运见证了 中国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心心相容 爱达未来的杭州亚运会 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购献宝贵力量 今天的新闻播报 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年再见 再见